同学好,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题目告诉我们下列合者为 f of x 等于 x 3 次加 6 x 平方 加 11 x 加 6 的因式 那 a x 加 1 b x 减 1 c x 加 2 好,我们解这个题目 我们先看 a 的部分 x 加 1 我们把它想象成 你要怎么去抓它是不是因式 就是它可以整除 那我们就用于式定理 当除数 除式是 x 加 1 我们把 x 加 1 等于 0 x 带多少,带负 1 进去 负 1 带进去可以得到 负 1 的 3 次加 6 乘上负 1 的平方 加 11 乘上负 1 再加 6 那我们真的算出来 负 1 这边是加 6 这边是减 11 这边是加 6 会等于 0 等于 0 那它就是 f of x 的因式了 那 b 的部分呢 x 减 1 那 x 要带多少 带 1 把 1 带进去 1 加 6 加 11 加 6 会等于 24 那它是不等于 0 的 那不等于 0 它就不是 不是它的因式 c 的部分 x 要带多少 带负 2 好 把负 2 带进去 可以得到负 2 的 3 次 加 6 乘上负 2 的平方 加 11 乘上负 2 再加 6 然后你算出来 a 它等于 0 那 f of 2 等于 0 代表 x 加 2 为 f of x 的因式 那这一题就是 a 跟 c 是符合的 这样就解出来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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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